《卢伟之歌》 《卢伟之歌》 聚焦台籍未安妇历史伤痕的纪录片《卢伟之歌》 以平时的尽头记录他们坎坷不平的人生 《卢伟之歌》 在历史当中最有价值的是 所以每一个阿嬷都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风景 慰安妇阿嬷们勇敢面对自己 导演吴秀金大受震撼 他接受妇女救援基金会的邀请 以阿嬷身心照顾工作方为主轴 揭露向阿嬷们平凡的生活 复原会在展览里面 然后我看到小桃阿嬷的一张照片 就是那张照片 让我觉得非常的压抑 她们的身份跟她们的创作 完全是两件事情 所以从她们的照片感觉到 这群有这个慰安妇的背景的阿嬷 并不是我想的刻板印象里面的 那样的一个 把慰安妇阿嬷的面子飞起 我就非常好奇 我觉得她们的生命故事 在人生的最后一圈 那一定是非常的精彩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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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喔 这些的炒 这些的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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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松我觉得她真的是常带给我们欢乐 用一个老顽童的这个方式 用幽默的方式 享受在她的晚年的这个生活里面 我们看到阿嬷的话 其实还是非常的敬佩她 尊敬她 因为碰到这种事情她也可以站出来 还可以让社会大众知道她 就是慰安妇 我觉得这是要很大的勇气 面对家庭、社会 这群阿嬷身上被加出了过多刻板印象 在生命的晚年 她们挺身而出找回尊严 也一起进行了一场自我疗愈之旅 心想起 两句 感谢你来平啊平常 哎哟喂 来 我们在这一题当中非常久了 所以一开始就觉得说 这部纪录片没有谈历史 没有谈运动 这可以吗 会不会不够完整 因为阿嬷其实很多人在面对 她们身体上的病痛 或是她们的友伴一个一个离开 那我觉得对这些阿嬷而言 也许对日求常 已经不再是她们此时此刻 最迫切的一件事情 傅元慧带着阿嬷出国打官司 办电影试音会 搭飞机 让阿嬷萌生新的梦想 她们想体验做空姐 成为一位有工作能力的现代女性 后来透过跟航空公司的联络 就很开心 她们就是也马上立刻答应 帮阿嬷制作了太大号的空姐服 然后帮阿嬷化妆 她说阿嬷做圆梦计划的时候 是92岁 那应该是全世界最高龄的空姐 后续还进行了一日警察计划 郵差计划 对志工来说 阿嬷的笑容是最好的回馈 尽管纪录片拍摄完成 隔了两年才走上院线 但也让阿嬷的生命故事 继续被记忆 也许这个也是一个上天的安排 因为刚好今年是中战70年 那在今年度放映 有着她特别特殊的一个意义在 在暑假热门档期上映 阿嬷们的选择很勇敢 因为814就是国际慰安妇纪念日 也是全世界第一位慰安妇 勇敢站出来 揭发这残酷历史的日子 她其实是一个女性人群的议题 她也可以从被害人的生命故事来出发 那透过这部电影 其实可以更加了解 这整个慰安妇的这个生命历程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有一个多元 跟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议题 用不同角度看慰安妇议题 也看阿嬷们面对不幸的坚强 傅永会希望这部片能带给大家勇气 在吴韦之歌里面 其实你看到的是看到台湾的故事 看到台湾的阿嬷 你会想到你的阿嬷 你会想到你的妈妈 你会想到台湾的故事 你会想到这片台湾 你会看到你自己 希望很多人来看这个故事